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叶玉清 丽智 张敏 何观之林 被誉为四大人间游舞 在当时混乱的娱乐圈 他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不公平的对待 唯独张敏自出道以来 没有人敢侵犯他 张敏演艺事业的顺利发展 得益于他背后强大的支持者 成功男人背后 总有一位默默付出的女人 而无人感动的女人背后 则是一个背景深厚的男人 遗憾的是 张敏的前半生情感之路 却颇为波折 前不久 关于香港女星张敏隐婚的消息 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而消息的最初来源 是一位名叫帝师的网红 该网红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条视频 并配文中写到张敏老公 正宗的睡在一起的老公 曝光其已婚的身份 视频一开头 帝师就介绍起身旁一位戴着眼镜的长发男子 称呼他为反哥 还自豪表示他是一位知名导演 紧接着 这位自称是张敏老公的长发男子 就直入主题 对着镜头否认张敏老公是刘永辉 表示自己才是 随后 范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还真的和疑似张敏的女生 打起了视频对话 还让对方在穿着睡衣 躺在床上的情况下出镜 女方以生病的理由拒绝后 这位自称是张敏老公的人 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直接将手机屏幕对到镜头前 吓得女生只能急忙用手和棉被挡脸 由于女方脸很模糊 很难让人确定该女子的真实身份 因此视频发布不久后 就有网友质疑 网红是在炒作 而张敏也并非是这位导演的老婆 看到这则视频的人 都不相信张敏已经结婚 而小部分相信了的人 对这位自称是张敏老公的人 也十分不满 纷纷为女神感到不知 随着舆论进一步扩散 作为事件当时人的网红帝师 再次直播说明事件来龙去脉 称自己并不是蹭热度 张敏就是自己姐 而她的老公是导演 也是自己的哥哥 作为大家童年记忆里面的女神 张敏被这样对待 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愤怒 并纷纷在网络上谴责师兄犯的行为 同时也为张敏担忧起来 这样在观众眼皮子底下 都不断对她进行逼迫的男人 在现实生活对待她 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曾经一代女神文落之子 令人唏嘘 虽然后面师兄犯 也在网上和观众与网友澄清说 这只是她在开玩笑而已 但她当时那丑恶的嘴脸 实在太真实 也太令人厌恶 网友对她的道歉并不相信 就没见过这样对待妻子的男人 早在之前 网上盛传张敏 嫁给自己的经纪人刘永辉 这位正牌老公 还为了证明 特意在另一则视频中 强调自己 才是张敏的真正老公 事实上 两人似乎并没有 法律上的夫妻之名 只是男女朋友 但常用夫妻之名 互相昵称对方 足以看出两人感情不错 再两人交往初期 因为女强男弱的关系 港媒还爆出包养一说 张敏为此澄清 对方也有工作 只是因为信仰一致 才走到一起 希望媒体 不要讲得这么难听 其实 让大家担心的原因 主要是女方的感情道路 一支不顺 最开始是大佬 向华盛的立鹏 张敏资源无数 步步都是大女主 在八年内 接片高达七十多部 堪称作品最多的港片女神 虽然吃瓜群众 热衷于两人之间的绯闻 但张敏和向华盛 始终都否认 两人之间的恋人关系 可却从向太和网友的互动中 确定了两人曾经的一段情 随着张敏前往内地 又传出他与赵薇前男友的恋情绯闻 等到遇见这位师兄犯 张敏不仅主动公开自己的感情 大方晒出与南方的合照 还带着男友参加朋友聚会 以及其他社会活动 由此表明 女神这次是真的心有所属了 1968年 张敏在上海出生 因为家庭原因 11岁的张敏跟着父母移居香港 导致她的粤语发音不是很准 在学校里 张敏因为口音问题 遭到同学歧视 因此 张敏势必练习好粤语 初中毕业后 张敏梦想成为一名演员 考入亚师议员训练班 因为长相好看 张敏拿到了拍摄广告的资源 可惜 因为张敏粤语还不够好的原因 导致她没有受到亚师的重视 看不到前途 为了生存 年仅18岁的张敏 只能另找出路 结果遇到了一生的贵人 当年的香港 想要在娱乐圈快速展露头角 最便捷的方式参加选美比赛 袁永怡 蔡少芬便是港姐出身 后来转型成演员 在香港娱乐圈发展顺风顺水 张敏便下定决定参加了选美比赛 在比赛之前 主办方丈参加的选手在街头发传单 有一天 张敏在街上发传单时 遇到了正在逛街的向华强太太陈岚 然而就一眼 张敏深深吸引陈岚 出众的长相 让陈岚认为 张敏绝对是一个演员好苗子 就这样 在陈岚的助攻之下 张敏退出选美比赛 顺利签约了永胜电影 从此 她的走向了开挂的人生 1986年 刚签约永胜电影的张敏 受到了公司力捧 没多久 拿到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资源 磨翡翠 在影片中 张敏跟刘德华 吴梦达等人合作 可见永胜电影 为了捧红张敏费尽心思 但似几率 虽这部电影 没有给张敏的演艺事业带来帮助 但这只是 她在香港娱乐圈的开端 随后 张敏和张曼玉 周润发 曾志伟等人 共同演艺 精装追女仔 跟一线演员合作和好处 可以让新人受到关注的同时 演技有所提升 凭借着这部作品 张敏获得香港电影金龙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在香港演艺圈小有名气 为了奠定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 张敏跟周星驰合作 《赌胜》 该电影取得优越的成绩 票房达到4,034万港元 位列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第二名 张敏是周星驰的初代新女郎 两个人互相成就 后来 二人多次合作 打破了香港地区的票房记录 为此有媒体爆出 周星驰跟张敏 疑似恋情八卦 张敏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不能因为感情断送事业 公司知道后 将此消息压下去 张敏跟周星驰仅仅是合作关系 事后有消息称 张敏跟周星驰谈过 但张敏无法走进周星驰内心而分手 不过张敏不愧是像太陈岚看中的女人 没有让她失望 张敏参演的作品一部比一部经典 创作了很多经典角色 至今无人超越 比如说 《新京五门1991》中的清纯温婉的阿敏 古剑山庄的小胡金青儿 张敏的事业达到巅峰 然而他拥有这一切的背后 不仅仅是因为陈岚和永胜电影 最大的因素是向华盛 在张敏进入永胜公司后 遇到了向华盛 他是向华强的弟弟 永胜公司老板 当年 不少女人想要投入到向华盛的怀抱 偏偏向华盛喜欢平平无奇的张美玲 张美玲是无限议员训练班学员 俩人相识时 他还未毕业 结婚后 张美玲推出演艺圈 专注于家庭 向华盛则负责钱养家 家庭和睦 然而这一切被刚进公司的张敏打破了 向华盛看上了张敏 不顾家事 决定对他展开疯狂的追求 为了能长时间跟张敏在一起 他的工作 全部都是向华盛亲自负责 众人看在向华盛的面子 才会在香港影视卷分张敏一杯羹 为了捧红张敏 向华盛费尽心思 尽心尽力 众人都看在眼里 那时候 香港媒体传出两人绯闻 但双方否认 对外回应张敏和向华盛 只是合作关系 可大家却心知肚明 方间传闻 张敏在拍摄《倚天屠龙记》时 遭到了王晶的冷落 按理说 张敏跟王晶合作过多次不应该 原因是王晶想要提拔自己的女朋友 邱淑珍给他疯狂加急 对于张敏不管不问 甚至欺负他 结果当天晚上 王晶遭到了嗷打 住了几天院才好起来 据说 是向华盛为了替张敏出头 找人打了王晶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后 王晶对张敏非常客气 其他人跟张敏合作 也都是毕恭毕敬 不敢惹他 但是不是向华盛的杰作 至今无人知晓 渐渐地向华盛打动了张敏 二人顺利在一起 因为向华盛有婚姻 这段感情没有对外公布 一直维持着地下恋情 张敏不满足于此 他对向华盛动的真感情 曾一度要求他离婚 和自己结婚 结果 每次向华盛都含糊过去 只包不住活 这件事情 被向华盛的太太张美玲知道了 最终选择离婚 成全他们二人 离婚后的向华盛 虽说可以跟张敏 顺顺利利地在一起 但没有结婚的想法 还是维持着地下恋 借口依然是为了 张敏事业的发展 为此他生气好几天 后来 向华盛跟张敏 渐行渐远 俩人互动逐渐减少 张敏的工作 向华盛也不继续插手 有香港媒体猜测 俩人疑似分手 然而张敏对外回应 子虚乌有 他跟向华盛 只是合作关系 从未恋爱过 向华盛把跟张敏的 这段感情保护得太好 再加上他在香港的地位 没有媒体赶身挖 1996年 向华盛突然公开跟张敏山的恋情 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 有人说向华盛跟张敏分手 是因为张敏山 还有人说是因为向华盛不跟张敏结婚 张敏悲痛欲绝 选择分手 不管什么原因 在这段感情中 张敏付出了很多心血 以至于分手后 他非常难过 无心工作 为了治愈情伤 张敏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同年 张敏宣布退出娱乐圈 离开香港 回到了老家上海 为了走出失恋的痛苦 张敏决定在内地付出 签约了九州亚华公司内地部 付出后的张敏 显然已经回不去当初 没有向华盛的帮忙 资源寥寥无几 从2003到2007年 张敏一共参演了三部作品 风光不在 而如今 他被曝结婚的对象 是比自己小十岁的导演 虽然职业光鲜 但事业岌岌无名 而且对待女方的态度 也让人一言难尽 不过 张敏和老公 是因为共同的信仰 才相识相恋 想必两人共同语言很多 只有女方喜欢就够了 我们作为看客 也只能是祝福了